大家好 我是數位國立出境會的秘書長余婉如 非常開心今天能夠很榮幸的帶著大家 一起進入亞太CIO論壇的第一天 我也很開心能夠跟CIO台灣一起合作 來談談整個數位競爭力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知道數位競爭力 不只是產業本身要能夠支撐 我們也需要政策的一個引領跟領導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論壇非常的豐富精彩 除了會從國家的願景來談數位國立之外 我們也會談到這個數位產業的數位轉型 然後也希望說在大家這個論壇的第一天 能夠帶給大家一些inside在裡面 那首先我們非常榮幸的邀請到 我們行政院的數位政委唐鳳 有請唐鳳跟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好 好 那很謝謝唐政委擺盲之中 能夠來參與我們亞太CIO論壇第一天 尤其你是Kino Speaker 那有非常棒的一個意義在 那兩位最近我們就防疫 防疫期間我們其實大家都知道 台灣有口罩國家隊 可其實我們在科技防疫上面 也做得非常的不錯 尤其是政委之前做這個口罩地圖 很多國家都跟我們抄襲 可以這樣講嗎 就讓台灣的整個數位國力被看見 所以是不是先請這個政委來分享一下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覺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以及這個背後的這個心法 或是這個邏輯 開發的邏輯是什麼 好 是的 其實我們這次在防疫階段 我們大概就是三個關鍵字 就是Fast Fair Fun 就是要快速 要公平 要有樂趣 那像口罩地圖這件事情 也不是我寫的嘛 是一個台南一個叫吳章偉的朋友 在超商的階段 當時還沒有實名制 他就自己去運用Google Map的方式 然後讓他輕鬆好友可以回報 哪個超商還有口罩 哪個超商沒有口罩 那當然他上了電視之後 馬上就欠了Google60萬 這個我們都知道 那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做的事情只是去協調 健保署在超商實名制開始的時候 不像一般的國家 他們用政府資訊公開法 大概都是一天結算的時候 公開那個資訊 或者是一周結算的時候 公開那個資訊 所以一般FOIA都是這樣子做的 但是我們是每30秒公佈資訊 所以這個就從人看過 蓋了章再出去 變成是機器 你每一次一刷健保卡 你到那邊領了九片口罩 馬上就看到庫存量 就少得久 那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不同 在以前是給人看的資訊 在現在是給機器看的資料 那機器看的資料 因為又沒有授權的限制 就是所謂的開放資料 所以也不止 吳展偉他們的口罩地圖 江明宗的口罩地圖 事實上在上線的第一天 最多人用的 可能還不是口罩地圖 而是一個LINE的 對話機器人叫做機管家 那這個機管家也就確保說 有些朋友們他在線上的使用說 用地圖並不是那麼方便 或者是他的操作習慣 並不是開個瀏覽器 但是他只要問機管家 附近哪裡有藥局 哪裡有口罩 機管家就回答他 所以這不但是告訴我們說 一方面讓快速的資訊 能夠用不同的channel 現在有140多個channel了 這樣子分散出去 但更重要是因為 它的開放授權的關係 所以所有的健保署 想不到的應用 機關署幫他想到了 趨勢科技幫他想到了 趨勢科技有位朋友 做了一個Siri的 一個對話機器人 人家問Siri說 父親哪有口罩 Siri就告訴你 要去哪一家藥局 所以對視障的朋友 等等也都很有幫助 所以這個想法一開始 是從社會部門 從社群來的 那因為是社會創新嘛 我們就是把它擴增增幅 到全國的各種各樣的 社會創新者 都可以來利用 那這樣子的想法 其實也不是只有 在口罩上面使用 我們可以發現說 一張健保卡 有非常非常多用途 好比像說到了診所的時候 會自動跳出旅遊史 然後確保我們一開始的 這個contact tracing 就是它的接觸者的 這個追蹤 可以是很確定的 讓第一線的 這些診所的朋友們 來貢獻 又或者像說我們的 home quarantine 就是在家檢疫啊 居家隔離啊 這些也是透過手機 因為我們為什麼沒有一些 比較侵犯人權的 像電子手環啊什麼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現在反正 大家都黏在自己手機上嘛 所以手機如果沒電 或者是說手機 只離開那個隔離的區域的話 第一時間也是非常快速的 就通知了當地的里長 或當地的警察等等 這些朋友們 所以這些都告訴我們說 本來是一個東西 它健保卡 本來是只能用來看病的 現在變成用來領口罩了 本來手機呢 它去收集這個訊號 只是要讓它的服務可以更好 從一個基地台到另外一個 它轉嫌不會發生困難 電話不會到一半斷線 但是同樣的這樣子 一個技術 ACI變成用來居家隔離使用 那甚至大同天國 本來也不是拿來領口罩的 但是後來也被拿來領口罩了 所以我想一個疫情就是讓我們 在現有的各種不同的技術裡面 去想出它的崭新的一個應用方法 那每一次有人想出一個方法 甚至想要戴粉紅口罩 這種也是社會創新啊 那在它只要打個電話1922 1922的進線率非常的高 那1922它後面有套非常好的系統 能夠讓CECC我們的指揮中心 在下一天的記者會上面 就反映1922這邊最多人 反映的這個訊息 所以像隔天A這個所有人 防疫五月天都該戴上了粉紅色口罩 那這個也是告訴大家說 你只要一打1922你就可以參與政策 這個看起來只是一個一般的就是四個字的電話 以前是好比上說你去問衛福部啊 有什麼長照啊什麼補助啊 都是對你自己有關係的東西 但現在你只要一打電話 你的想法就變成政策的一部分 這個就是擁有的參與權 那這整套都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CECC不管頒布了什麼 那它記者會一晚就會用一支柴犬嘛 就是總柴嘛 變成一個很可愛的圖卡 那這個可愛的圖卡 不分老少都會很樂於分享 那這個也讓很多二創三創的這些朋友們 去再做出更有效的這個訊息 那事實上我們這個總裁 還有包含這個洗手啊等等這個圖卡 英國的NHS他們有做一個評比 那就是前三名這個最好說明洗手的這個圖卡 那台灣是世界第一 所以就表示我們在樂趣在溝通這個方面 已經掌握到這個社群行銷的這個精髓了 嗯其實像政委提到說這一次這三個核心嘛 就是放Fast跟Fair 我覺得聽起來感覺非常的輕鬆 活活很簡單 但其實我相信背後沒有那麼的這個 不是馬上就Ready的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請政委談談就說 在這個呃呈現的過程當中 你覺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是啊其實我剛剛有講啊 就是說像吳張偉欠Google60萬的那個刹那 對如果這個Google沒有免了他的債 那那這樣子其實這整套創新 我根本沒有機會去拿給院長 那所以在這裡面就是說 司部門的參與 經濟部門的參與是很重要的 不是只是說好像他是什麼Google的Developer 所以他就免了他的債 而是說這整套創新的方法 事實上Google也請幾個YouTuber嘛 他們也拍成這樣子一部影片 然後也是跟大家宣揚這個所謂的台灣模式等等 那所以這個就是表示說 這對Google來講他不只是CSR 好像說我給你一些credit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就是Google在sponsor這件事情 事實上它有BD的作用 就是說它讓大家知道Google有哪一些服務 有哪一些YouTube可以提供的事情 事實上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理解 而且去做新的生意 那只要用這樣子的角度來看的話 很多那個困難就引刃而解 那同樣的道理像我們去分析 就是口罩1.0實名制的時候 藥局它只開到就是晚上 那但是如果大家上班時間太晚 根本沒有時間去藥局買 所以我們就很有系統看到說雙北新竹 就是有一群可能30歲左右40歲的人 他就是一直都不會去藥局拍口罩 因為他也沒有跟家人一起住 那家人一起住的話 你還可以把金包打給家人嘛 家人幫你排 但是如果又沒有跟家人一起住 或上班時間真的過長 那事實上在整個1.0的階段 我自己也一片都沒有拿到 因為我真的下班的時候 鑰匙都下班了 對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去跟便利商店合作 但是便利商店呢 他們還有那個0.0余計有存嘛 所以他為什麼要跟我們合作 所以我們就一起談出一個預購的模式 那這個預購模式就確保是說 他不但不需要花額外的櫃台的人力 在那邊處理排隊 而且事實上 顧客在那邊排隊的時間不會長於30秒 那這樣的話 如果顧客有5分鐘的時間的預算 那他就有4分30秒可以去什麼 買5杯咖啡 寄5杯咖啡什麼之類的 有很多促銷的這個活動 所以自從我們實施2.0之後 事實上如果比起去年同期的話 這些有參與的超商等等 他們來客數上是成長的 即使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 again 就是說 在0.0的時候 他們配合的真的心不甘情不願 但是因為機制設計 把它變成預購的關係 所以這個挑戰一下就克服了 反而是他想盡辦法來說 那你來全聯 你7塊錢的這個處理費全聯還給你啊 什麼之類的 他變成經濟部門進來 變成帶動社會部門 要求工部門所做的一些 社會創新的一個支柱 而不是說好像是 他是情不甘情不願 是一個夥計關係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跟超商也好 跟全聯也好 跟美聯也好 其實都是這種夥伴關係的這個態度 自然就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是 其實鄭委已經講出解方了 因為我覺得台灣模式讓大家最驚豔的地方在於說 原來我們台灣可以公司部門合作的這麼好 對 像剛剛其實提到有很多的這個小石頭障礙 可能在別的國家就會變成說 我們在做這樣子敏捷式開發的一個問題 對 那所以在這次新冠肺炎這一次情況之下 我們台灣政府可能等一下也請鄭委再分享一下 就說台灣政府我們在後台這邊 打破了這個跨部門的溝通 然後讓在前台看到問題的人 可以把他的解方可以跟這個工部門合作 然後還有就集合大家的這個力量 來讓這件事變得有趣 那我想請問鄭委是不是可以解釋一下 就是說這個其實我們大家會給他一個 這個Turrent叫做就是敏捷式開發嘛 那是不是可以請鄭委講他 你覺得他的這個定義是什麼 那以及說用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覺得他需要哪一些準備 因為我們其實也會等一下會談到 整個產業的數位轉型 所以其實有些企業 他們也可能會適合這種敏捷式開發 那我們希望說在這段過程裡面 可以讓他們有些思維的準備 其實敏捷式開發就是相應於瀑布式的開發 瀑布式的開發就是一群設計者 他已經全部都想好了 想好之後他只是一階一階的去執行 那這個像我們造橋鋪路等等 他很多都是瀑布式的開發 就是你前面的可行性規劃 環評啊什麼都要做 那做的時候也很花力氣 但是最後你實際實行的時候呢 那你就是公班下去 然後你大概就會知道說 幾月幾號可以完成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確定性 那但是呢如果使用者的需求 會跟著你的這個工程改變的時候 瀑布式開發就不再實用 舉例來說像我們一開始在口罩地圖 那個是吳展偉的一個想法嘛 那但是呢我們就說 那鑰匙你即時把庫存釋出 就直接套上他的地圖 不是大家都知道哪些地方 有口罩的地方沒口罩嗎 可是我們退出的第一天 鑰匙就開始發號碼牌 所以一發了號碼牌 你又不用刷健保卡 那你是上午發號碼牌 下午再來領 所以說他發號碼牌的時候呢 一張都沒有口罩都沒有發出去 一張健保卡也都還沒有刷 他慢慢再來過卡 所以呢 口罩地圖上面就會看到說 他的這個庫存都是非常多的 跟你到的時候其實他都沒有貨了 因為號碼牌已經發完了 那我們如果是瀑布式開發的話 那時候就已經完了 因為我們是不會回頭 再去修改那個規格的 但是正因為我們是採取 以每週為週期的迭代 迭代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每週四當時推出了這個想法 那我們就會看到 就是大家使用的時候 所有各種跟我們預料之外的事情 但是呢這些事情都沒有關係 我們禮拜五禮拜六 大家打一九二二告訴我們 我口罩專線應該一九一八告訴我們 然後呢我們禮拜一 在那個院長的會議上面 我們就會把就是周五周六周日 收集到的所有這些想法去進行盤點 然後說好那我們在接下來 禮拜一到禮拜四這三天的開發期裡面 我們要回應哪些社會 對我們適用這三天的需求 那這個呢就是叫做一個iteration 這個iteration一旦開始之後 我們也不再接新的需求了 我們就接下來三天把這三天 這三天大家給我們的這個demand 把它做好 做好之後我們禮拜四就上線 那禮拜四上線的時候 當然大家又會有一種新的想法 好比像說我們之前就是禮拜四上線 讓鑰匙可以把他的發號碼牌時間 直接註訊 在那個備註欄裡面 然後很多鑰匙就這樣去做 但是很多鑰匙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他們最希望什麼 號碼牌發完之後 因為很多人不去看註記 他還是打電話 所以他希望能夠按一個鍵就隱身 從口罩地圖上上面消失 那所以我們又再迭代 然後就實作了這個功能 所以他號碼牌一發完之後 就按這個隱身 他就隱身了 不過現在其實他們不太需要派對 所以也不太再發號碼牌了 但是這個是一個例子告訴我們說 鑰匙也是厲害關係人 鑰匙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我們如果是用由上而下的要求 強求他們去接受什麼的話 那可能他可以配合個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但是事實上是撐不久的 但是因為我們就不斷的去看 所有鑰匙們給我們的這些批評指教等等 所以他們也變成設計者的一部分 所以從使用者變成共同設計者 這個才是你節目是最重要的事情 對其實剛剛曾偉已經提到說 傳統應該講以前的 比較是瀑布型的 就是說上面都已經設計好解決所有問題 就是大家就去做 可是像敏捷市台發最重要的精神在於說 這個使用者的參與 而且他的feedback你是真的去改進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是跟傳統的產業 是有一些些的差異的 那另外我也想要請教曾偉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防疫 不只是剛剛提到口罩國家隊做得很好 還有在這個台灣模式的這個分享之下 大家才發現說 原來我們的科技數位防疫也做得非常好 那其實就是數位國力的展現 那我想請教曾偉說 那接下來你對於數位國力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想像 或者是定義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數位國力它就是在一個國家裡面 你沒有去特別去區分工部門或者私部門或者社會部門 大家為了相同的一個目標集合起大家的力量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數位國力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有碰到很多情況上 是有些朋友要發展經濟 在發展經濟的時候呢 忘記了說這個社會的公平性 那所以呢你就要有另外一群朋友去補他 又或者是說你在發展這個經濟跟社會公平的時候 忘記了後代子孫 雖然他不能投票 但是他們很可能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就不慎破壞了環境 對那這個時候也有另外一群人去補這個環境 可是這樣子的話就是說 常常都是一些落後指標 就是你已經破壞了 已經造成問題了 然後大家再去想用數位的方式去解決啊 去淨灘啊什麼的 那些都很棒 是很有價值的工作 但是為什麼不是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就沒有廢棄物 或者是說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就給所有的建材一個身份 或之類的 就是我們如果在設計的時候 就已經把我們叫做 就是永續sustainability這個想法 把它設計進去的話 大家都是繞著共同的這個永續的價值 然後一起去發揮自己的力量 這樣的話 力量自然就結合在一起 也不會彼此抵銷 不會彼此分開 那這個時候 我們才可以真正叫做國力 因為不然的話就是國裡面一部分的人 然後另外一部分的人又把它抵銷掉 另外一部分的人又把它擋住 那這樣就沒有國力可言 所以對我來講要是一國的話 它必須要有一個共同的價值 共同的目標 那我們現在當然是覺得說 永續發展這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就這位這樣講的話 就等於說 我們在國力的展現上面 尤其在數位這一塊 對 尤其因為我們現在在講說 Digital Transition 對 就是那個數位轉型 所以其實最好的方法是說 一開始我們就能夠先設計好 沒錯 然後大家都是這個厲害的關係人 在這個理念 對 就是都是夥伴了 對 那我就很好奇說 鄭偉是不是也有一些具體的想法 當然 對 然後可以分享給我們 是 其實大概我就先舉 剛剛口罩地圖的例子 其實現在口罩地圖 用的比較兇的 已經不是台灣了 江明宗的地圖 事實上是韓國人在用 對 那又或者像說 我們這邊 AI Labs 有開發一個用藍牙嘛 就是去提醒大家 注意社交距離 那事實上 我們這邊也不太需要用了 那但是事實上 就是城市馬 英國很有興趣 現在再分享給英國 歐洲可能都還蠻需要的 我們這邊其實真的防疫相關的 像生醫的開發 也開發得非常好 我們雖然就是比較缺簡體 但是其他都不太缺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數位的特色是什麼 是它複製不需要成本 對 所以只要你的解決方案 能夠很明確的 在別的地方被重現 那其實他們在那邊 升跟落地 其實是非常快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 就是辦台美防疫鬆的時候 我們選了六大主題嘛 然後請就是各國的好手 一起來問說 那大家現在的前線最需要的 那台灣雖然沒有那麼需要了 但是我們的開發者 可以花很多的力氣 去幫忙大家去解決這些問題 那這對我們也有好處 因為越早解決全世界的問題 我們經濟活動啊 我們的這個 國外來的遊客啊等等 就越快恢復嘛 我們也不能說 只有解決自己的問題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現在所謂的台灣Can help 或者說台灣模式的這個輸出 它其實是一個國力的展現 就是說當 其他國家碰到了 不管是醫療上面 公衛上面 數位治理上面等等的問題的時候 那他們常常就要做一個抉擇 就是說那我們是要變成一個 比較極權的一個國家 用這個廣泛的監控 那用不問過人民 就運用人民的資料 那或者就是一個指令一個動作 這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之之等等 就是民主的倒退 那現在很多 尤其您剛剛講的歐洲國家 都面臨到這樣子的抉擇的兩難 那這個時候台灣的存在 其實是給他們一個 好像存在性證明 就是說你可以一面防疫 一面還促進公民社會的參與 一面防疫 一面還去增幅 大家自己想像到的這些做法 那這些想像到的做法 有些可行 但是很花資源 國家願意接收來這個資源的花費 但是國家並不掌控社會部門 要怎麼樣子運用這些創新 那所以這些我覺得 我們這些inspiration 就是讓大家覺得說 看到台灣就受到啟發 這一點這個也是一個國力 它事實上是一個國家的價值的力量 其實鄭偉剛剛提到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國力的展現 在台灣就是因為我們有讓公民 其實我覺得其實很多專家啦 願意能夠來參與 那但是就是說 我們剛剛其實前面也提到 就是說數位國力 其實也包含產業的一個參與 所以我想接下來就請教鄭偉就是說 那在整個的國力提升上面 我們現在的產業也面臨到說 怎麼轉型的問題 你覺得他們怎麼可以來參與這件事情 然後來帶動他們的一個 往數位化的一個發展 或者說能夠遵守這些價值 或者說你有沒有想想看 你有沒有想像他們的未來的一些 這可能能夠成為我們國力的一部分 那當然就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些經濟部門的朋友 其實只要有認同共同價值的話 他們去把我們的這個想法 我們叫做sailing out 就是去讓每個地方都延展 這個上面是非常非常強的 所以我覺得重點倒不是說 你的傳統零售或傳統通路 或傳統的服務業 傳統的製造業 要往哪一個方向去做數位轉型 無寧是說他們要向彼此學習 在一個地方 數位轉型成功的這個經驗 那其實別人就已經可以去學習了 那像我以這個就是公共治理 還是來當作一個例子 像我們在總統梅西克松的時候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題目叫做水盒子 這個水盒子呢 它其實是一個IoT裝置 那這個IoT裝置 它就是放在這個河流裡面 它會去量它最常見的三種污染物質 然後就寫到一個分散式的帳本去 那分散式帳本意思就是說 你不能就是回溯去篡改 它收集到這些資料 那這個情況下呢 它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農地旁邊有工廠 然後它污染到農地的話 經濟部不是要斷水斷電嗎 那我如果覺得說 其實不是我污染是上游 我很難舉證嘛 所以我就趕快拿一個水盒子 放在我門口 我就可以舉證是我的上游污染的 那我如果是農人 這個我的農田 到底有沒有被污染 到底是哪條河 那我也去放一個水盒子 它看好像還可以接太陽能板 就可以一直在那邊去量測 那一直到這個上游 所以除了這個真正在污染的那個人之外 其他人都是很願意去參加 這樣子我們叫做Data Collaborative 資料協作關係這個體系 那這個一方面它可以去促進我們 AIoT這個產業的發展 那二方面就像剛剛講的敏捷 迭代的這個思考 其實很多東西不部署進那個合力 你不知道說它要做哪一些電量的 或者是它的Sensor的強度的 或者是它跟水裡面的這個 服用生物的互動等等 就是說很多它的調教 你在實驗室裡面是不會知道的 必須要是大家有這樣一個共同目標的 這個場域才會知道 但是因為大家對這個公共治理 有這個共同的目的 那食安嘛 是台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所以大家都會很願意說 即使一開始的那個Prototype 就是那個雏形 還不是很完美 就好像就是空氣盒子 最早的那個版本 不是很完美 一樣它需要濕度調教 什麼調教 大家都很願意幫忙 廠商付學費 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一直推出一代二代三代的過程裡 你不斷創造正向的社會 跟環境價值 那所以到最後它就可以變成一個 大家支持你 把前面不完美的原型 設計到很不錯之後 那接下來就像Goro一樣 你就可以開始賣全世界了 那我覺得這是台灣 蠻獨特的一種 就是社會創新到創業的這樣一條路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因為其實在政委想像的 或者我們已經正在路上走的 這個所謂的數位國家 數位國力 其實是有民主的價值 內涵在裡面的 那其實我們剛剛也提到說 這個數位國力的展現 當然也需要說私部門或是經濟部門的參與 但是重點在於說 廠商怎麼去思考 他怎麼變成一個社會的一份子 當他看到問題 他想要解決的時候 反而可能能夠帶動整個社會變得更好 那大家才可以變成真的一體的這種數位的 就是國力這件事 就剛剛正為解釋的這部分 不然如果他一個不小心沒有做好 然後被抵制了 這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力量互相抵消 我們的公民社會抵制也是很厲害 也是挺累的 對對對 也是挺累的 人家就一直在搓搓這樣子 反而如果說大家能夠一致的價值 然後一起洞悉這些問題 未來的問題 然後一起來參與的話 我覺得我們整個社會會進步的非常的快 沒錯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其實 大概知道這個 正為講的這部分 但是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正為有沒有覺得現在有哪一些 可能是比較大的挑戰 就是 產業他們在轉型的過程裡面 也是比較需要去克服 是你看到的 對 當然一方面就是說 現在因為防疫的關係 大家都不得不運用數位辦公室的這個做法 對 我還記得還不到四年前 三年半前 我說我要遠去上班 那時候很多的媒體還專門做了民調 然後說 你是先驅 現在大家都遠去上班 對好像只有六強左右的朋友覺得說 正為可以遠去上班 那當時大家都抱歉再加上班 我沒有在家 我是巡迴全台灣 這個還是秘書長的建議 對對對 不能躲在螢幕後面要巡迴全台灣 對 但是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如果不是實際走到問題所在之處 然後就關在實驗室裡面想解決方案的話 固然也許解決問題 但是很可能造成更多的問題 大概一定造成更多的問題 所以實際上去跟使用者變成這樣子搭配的夥伴關係 這個其實蠻難的 這是一個蠻大的一個挑戰 這等於如果你習慣於製造業的 或者是代工的這種瀑布式的設計思考的流程的話 等於你只有後面那個Diamond 而沒有前面那個Diamond 那個前面Diamond通常都是 就是你的上流廠商 你的業主像蘋果 已經幫你做好的設計 但是如果現在我們要進入一個比較 加值的一個循環的話 那勢必面對人的部分 就會跟面對機器是一樣重要 那面對人的部分 就需要很多的這種引導的技術 設計的技術 民族制的技術等等的這些技術 去讓大家的這個共同的願望 然後能夠集結成一個一起覺得 這個值得解決的這個問題 那但是這樣子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在台灣 我們本來就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所以其實大家覺得有公共利益的東西 你不管是透過訂閱式的群眾募資 回饋式的群眾募資 現在股權式的好像又要捲土重來了 的群眾募資等等這些做法 那其實一個對一個就是傳統的廠商來講 它是這些新的就是user driven 就是以使用者或甚至以公民為驅動的 這些產品線 它是沒有成本的 因為如果它群眾募不到資 如果沒有辦法大家一起來 這個有力出力 那就表示這不是fit 那但是它也沒有準時 那就再想一個梗 再想一個梗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這樣子的做法跟以前募掉一筆錢 生產賣完全不一樣 現在是先賣然後募一筆錢 先測試市場 對 先買弄一筆錢 然後再來設計 但設計師就是你的這些支持者 可是我也很好奇 就是這麼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產業 它以前是2B的 就像我們製造業 它可能不是一下子就是對到2C這樣子 所以你覺得像剛剛我們在談到的這種 凝結師開發或者是說User的這種使用思考 適合他們嗎 然後還是說你建議他們可以從什麼方法先開始 對其實我覺得2B的產業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在那個生態系裡面有一個比較穩定的位置 所以它可以伸出很多觸手 但是這些觸手不會太過影響到它的本業 但是它的本業要怎麼樣透過一些我們剛剛講到的設計 或者是透過一些群眾參與把它定義到一個更高價值的那個位置去 這件事情它並不是很直觀的 它必須要嘗試非常多次 失敗非常多次才能夠去做到 那像我們之前就是有一個亞太社系高峰會 我有聽到春世玻璃他們的這個分享 那事實上他們做的就是回收業 那回收業的毛利大概就是那樣子 對但是他們就透過跟藝術家的合作 跟文化工作者的合作 甚至跟一些策展人的合作 然後去專門去讓這個回收的玻璃 讓它覺得不是只是回收 而是事實上因為它在回收過程裡面 可以賦予它一些新的樣子 新的樣態 所以它變成藝術品或者變成展覽品 會變成附加價值很高的 有紀念意義的什麼小酒杯啊 什麼這些東西變成文創了 那但是這些後面當然都嘗試錯誤了 不知道多少次 那支持這些嘗試錯誤的就是它那個本業 那那個本業也就是那樣子 但是當它釋出一兩個 真的很不錯 甚至上了什麼拍賣啊 等等的時候 它的新的這一群客群 就會開始告訴它說 那你可以去做所謂的Echo Design 就是說你在設計的時候 就已經是零碳排或者副碳排 或者是你對環境有什麼效益 而且我們就是因為你對環境有效益 所以我才去採購 你的這些Echo Design出來的這些產品 那這樣的話它的那個加值就非常非常高 margin也會變高 但是不表示它要犧牲本來的東西 相反它它這裡面的這些技術的know-how 是支持各種不同的demand 各種就是藝術家那種千奇百怪的想像 它還是可以實現的這個最基本的基礎 那我想在最後就是再請教政委就是說 因為在整個社會國立的發展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也發現說資安可能是最基底 一定要注重的地方 尤其是台灣一方面我們是整個亞太地區 一天到晚被對岸攻擊的一個國家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在於就是說 我們其實也有很多的資安事件一直不斷的頻傳 所以在資安的這件防護上 或者是說這個工作上面 你覺得這個企業在轉型的過程裡面 特別要注意哪些事情 對那當然有兩個 一個是說其實你用不到的個資就不要收集 因為不要收集就不會變成攻擊的目標 那同樣道理就是像在指揮鏈裡面 常常大家很習慣就是給高階的主管最多的權限 雖然它其實平常是用不到的 那你如果去看它一年的使用紀錄 它根本沒有那些調閱的權限 那這些高階主管就變成最弱的那一環 就是你只要寄個email電子郵件釣個魚 那你一下子全部的這個縱深都被破壞掉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不要這個不必要的個資不要收集 收集到了立刻丟掉 就是這件事情做完之後立刻丟掉 那如果你需要做一些統計分析的話 你就把那個統計計起來 那個counter加1 但是不是說你把那個road data留著 你road data留著一方面會造成 因為按照個資法 你的使用者可以要求更新高求刪除等等 會造成你的客服的成本的增加 那二方面就是你越放在這邊就懷避其罪 那這個黑貓骸客就會越來越以你當作目標 所以就是說沒事不要收集 然後這個系統管理員的權限 不要按照你的指揮鏈的權限 去打你的系統 其實我們這邊大的系統都是這樣子 我進了行政院之後我們的通訊系統 或者是說我們的那個視訊系統 不是自己開頭的那個就是那個GC 就是MIT.P.TW 那又或者是我們的沙輪的那個就是自家車的測試場 那等等這些其實之前都是請白貓骸客來打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那而且也找出一些問題 或者沙輪他們沒有找出問題 也找出一些可能可以精進的地方 那當找出來之後 當然一方面白貓骸客有承轉 而且有聲明嘛 他有CVE 就是等於是他的一個Portfolio這樣子 但是更重要的是說我們的防守方 就可以學著跟攻擊方一樣思考 因為我們有Purple teaming 就是他會來解釋說我這次雖然沒有打下 那我幾乎要打下來了 那我的思路是什麼 那我們下次再碰到更強的 他在那個幾乎打下的時候 還可以再多打一步的 其實我們前面的部分我們就已經修好了 而且也能夠加上很多這個告警啊等等的系統 所以就是說去找白貓骸客 跟白貓骸客維持非常良好的關係 去跟這些社群 不好意思 放一個檔案 放一個檔案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沒關係我有記到證 我剛剛提到的地方 OK 沒關係 好 準備 好 準備 好 要不要從這裡開始 3 2 所以在第一個就是自己內部的 那第二個就是自己內部的管理之外 那第二個就是向外尋求支援 那我們現在其實在行政院裡面 包含我們自己架的通訊軟體啊 Sandstorm 或者是視訊軟體啊 或者是甚至我們大的 像沙輪的那個自駕車 等等的測試廠 這些都是用白貓骸客 我們叫滲透測試 這樣子的方式 實際讓大家來打 那打的過程裡面呢 有些是沒有打下來 但是快打下來了 有些是真的有打下來 而且就是發了三個CVE 讓大家都可以能夠有所學習 那這一方面 對他們白貓骸客本身的名聲 有好處嘛 表示他很厲害 那二方面當然有些收入 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會有成就感 他覺得他在幫大家的公共建設 去就是補強 那我們的防守防 也通常不會像攻擊方一樣思考 所以我們透過Purple Teaming 就是讓這個紅隊 去告訴我們的藍隊說 他打下來的這個思路是什麼 而且一步一步等於帶著他 也能夠像攻擊者一樣思考 那這樣子每次打到某個縱深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可以超前部署 去放一些警示的系統 或者是去讓這樣子的攻擊方式 根本就效益無形 因為我們發現 其實我們根本不需要提供這個服務 把它關起來就適合等等 那這些如果不是在你服務開張以前 就已經請白貓骸客來的話 到你服務開張以後 又因為使用者各種敏捷的需求 已經開了各種各樣的表面的時候 那時候再去做完整的測試 其實已經比較不容易了 所以我的具體經驗就是說 你在每次推出一個新的資訊服務 或者如果你即使不是資訊服務商 你是產品服務商 你有一些售後服務啊 網站啊 只要是有數位的這個表面 大概都可以請白貓骸客 來稍微滲透一下 並且告訴你的管理人員說 要怎麼樣像一個攻擊者一樣思考 那我也有聽說說像現在在談資安 其實也會在談說它像是一個SOP 就是說每個人可能都要分擇 或說至少所有的人可能都要有一些資安的意識 那像這樣子的話 這麼你覺得說它也適合我們台灣中小企業嗎 因為畢竟台灣還是中小企業為多 對 那在這部分上你有沒有什麼建議或是你推行的經驗 對 其實像關於我這個網路上有一些梗嘛 說什麼唐碰的密碼是圓周率最後八位 對那但是這個很好笑 那但是也很有意思 因為當年這個梗是Jeff Dean的那個梗的時候 是說Jeff Dean的密碼是圓周率最後六位 所以表示國人的資安意識比美國要來得好 至少比當時要來得好 他是懂得取八位的密碼 確實就是密碼的長度 然後我們叫做雙因素認證 就是說你自己的生物特徵 或者是你記得的密碼 或者是你手上所持有的裝置 三個裡面有兩個 那才能夠去得到這個授權 那這件事情其實對很多人來講 這並不是很直觀的 因為大部分人就是一個密碼走很多個服務 但是這樣子的情況下 只要猜到你的一個密碼 那就全部的服務都可以去取用了 所以我想雙因素認證這個還是最重要的 是差不多就跟防疫的時候要洗手 是一樣重要的事情 那所有其他的大概都可以在網路上面 看到一些相關的資源我就不贅述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每一次在看到一個 新的數位服務的時候都要問說 那現在我如果是攻擊者 我要取得我的這個賬號 而我已經知道一些關於我自己的資訊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子設計 我才能夠去確保說真的是我自己本人 來使用這個 那如果攻擊者他真的取得了之後 我要怎麼樣第一時間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說別人登錄的時候 至少給我一個通知啊 讓我還要再繼續改密碼啊等等 那這些我覺得在大家用這些 大的跨國公司的服務之後 現在大家都大概已經知道你的期待值 要設定到哪邊 那但是當你中小企業自己開發系統的時候 就不要忘記說 不要以為說只有十個人在用 二十個人在用 就不要達成這些期待值 你還是要達成完全一模一樣的期待值 因為這個就好像衛生習慣一樣 不是說你參加一個五個人的小場合 回家就不用洗手 沒有這種事情 對 我覺得盛委真的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 資安我們其實要有假想敵 對 要想像就是說隨時可能會有人攻擊你 所以你要提高你的警覺性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當然也希望以後全台灣 國人的資安意識 都能夠像這次防疫一樣記得要洗手 我們可能要想出類似這個 內外加工大力碗 那就交給鄭偉了 靠鄭偉繼續用征服 來集中我們台灣的數位轉型跟資安國力這些 那非常感謝鄭偉其實在這個短短的Kino speech 的這個分享裡面 給了我們很多很多的一些重點 那我相信大家也是收穫滿滿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第二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第二場其實就是 我們邀請到二代大學跟台中經濟 一起來分享這個傳統的製造業 怎麼來做數位轉型 也希望大家繼續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要Reopening對不對 哪個部分要再增加 就是最後Ending的部分 我們現在邀請可以對著鏡頭來 對喔 對不起 對觀眾來看 就有一段往一起看的鏡頭 對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錄兩個 一個是Ending 就是對著二號機 好 然後待會錄一個對著二號機都Open 對 好 那先錄Ending 先錄Ending 準備 5 4 3 2 我們再次感謝 唐鳳正偉 這次來分享他這個在數位國立的一些看法 還有他怎麼用征服這件事情 來提升我們台灣的 征服 征服 對對對 來提升我們台灣的一些資安意識 然後以及就是說也給了一些像是敏捷市發展的一些很好的這些 insight 在裡面 相信大家一定在這半小時之內收穫滿滿 這只是我們第一天的Kino Speech 第一場喔 接下來還有很精彩的就是我們會請到二代大學 以及台中經濟來分享這個傳統製造業怎麼來做數位轉型 也希望大家繼續收看 不要走開 再次感謝唐鳳正偉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掰掰 好 那我們就剩下那個Open 二號機的Open 對 Open要講 跟剛剛一樣的東西 是我們有不同的境位 可以選擇好的部分 所以是在繼續講說我是誰 對 對 就是一開始講的那個 然後我還是要打個招呼 對 因為你剛剛是對的這邊 對 好 好 準備 5 4 3 2 大家好 我是數位國立術進會的秘書長余婉如 非常榮幸能夠在亞太CIO論壇的第一天來這邊陪伴大家 那我也很開心也很榮幸能夠跟那個CIO台灣一起合作 今天來談談所謂的數位競爭力 那其實我們數位競爭力不只是需要產業的一個支持 也需要國家的政策來一起相輔相成 所以今天我們的整個的論壇會非常精彩 我們會先談國家級的這個這個競爭力跟數位國立是什麼 然後接下來再談產業怎麼樣轉型 然後希望能夠帶給大家更多的一些方法還有insight還有經驗 那今天我們也請到了這個非常棒的這個這個行政院的唐鳳正偉 那不但是知名的數位正偉 然後也是能夠擴大征服的正偉 那我們是不是請唐鳳正偉跟大家打個招呼 嗨大家好 好 好